早晨八点,海上风平浪静,今天浮远于8508号旅船将要启航出海,他们此行将去往北印度洋的公海,进行远洋捕捞。 此时此刻,几百艘福州的远洋渔船正在世界各地的大人作业。 大海对于向海而生的福州人从来不是行走的边境,而是拼搏的起点,不是陌生的异地,而是家园的延伸,是海上福州。 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新兰船舍,指导老师江金春这段时间一直带领学生制作一艘浮船模型。 我们中间有个门叫水线门,然后门可以供人员上下还有货物上下的。 浮船是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海州以福建为上, 木质帆船时代,航海性卓越的中国浮船,让大洋分割的东西方陆地和文明彼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随着铁壳船取代木船,浮船已经消失在海平面上, 连江抬入后港村渔港的最深处,废弃的木质渔船还留存着浮船最后的汲取背影。 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小时候支付近屋头的声音。 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就是铜油灰的味道。 虽然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它已经离我远去已经二十年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它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回荡着。 我们的浮船造船法,水密隔船这个造船法呢, 于2010年列为联合国富有制文化遗产。 我们在当时比西方国家早了一千年实现了这个, 大大提高了我们船的这个四航性, 还有它的一个安全性。 我们每一个零件, 就是跟真船去相比, 一个零件都不少, 每一个零件都是按真实比例来缩小的。 那同时我们又现在开始崇尚什么呢? 古船、星座。 也就是说用现代的办法, 我们去缩短了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加工的一些时间。 这艘浮船模型, 江津春和学生们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收尾这天, 江津春专门请来了 从事造船六十年的林锐洛老先生验收。 这个船怎么样? 这个船我看了一下从头到尾, 基本上它达到很完美的效果。 但是我们有必要把它换在水里面去测试一下, 提醒一下它的性能。 这艘一笔二十太平公主号浮船复原模型, 将要接受下水景点。 对于一艘船模来说, 这是近乎苛刻的要求。 这单单只是让他们去做这个模型, 更生层次的意义, 就是让学生们去学习这浮船的一个建造技艺。 几年来, 在复原各类浮船模型的过程中, 江津春收集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浮船资料, 再将各种细节汇编成现代设计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 江津春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建造一艘具有实用价值的浮船, 一艘能够真正下水航行的浮船。 这个大胆的想法需要传播检验局的许可。 然而, 适用于浮船的航行标准, 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江津春的每一处设计, 都必须找到现代舰船的标准依据。 面临难题的, 不仅仅是江津春。 在连江县粗鲁岛的福建马尾造船厂, 我国首艘可以装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的支持保障母船正在建造中。 探索二号, 除了支持深远海常规科考作业, 还需搭载万米载人潜水器, 将海洋工程船改造成万米深浅器海事支持保障船。 改造难度不亚于重新建造一艘科考船。 讨论我们使用悬挂的安装, 但是这个设备因为是高精度的设备,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对这个安装的底座, 我们的导流罩的精度要求非常严格。 这样的话, 在我们制作的图中, 需要我们生产部门非常注意, 比如说我们这个箱体可以扶持完以后, 每一道箱体内部结合。 严清盈, 马尾造船厂机店铺高级前工, 有着17年的马船功力。 今天, 探索二号的改造工作进入到动力系统, 一个最为核心的环节。 动力系统是这艘科考船的重中之重, 关键设备的安装精度比法丝还细。 身为机电部的班组长, 每次工程的重要时刻, 高级前工严清盈都要亲自上手, 确保万无一失。 每当这种时刻, 严清盈都会在现场向曾经的师傅, 他的父亲讨教, 也一起分享顺利完成的喜悦。 严清盈是马尾船厂众多船三代的一员, 严家三代人邂逅在马尾造船厂工作, 家庭的职业传递, 见证了马尾船厂的发展历程。 1866年, 一个史无前例的造船机构在福州诞生。 清代船政大臣沈宝珍推动的总理船政, 开启了中国近代的船政制造。 这一年, 中国第一家机器造船厂, 马尾造船厂, 在福州创建。 福州船政衙门和马尾造船厂秀纸, 环绕在罗兴塔方圆周围, 共同支撑着中国船政的辉煌历史。 其实像我这一家的三代在马尾船的还是很多的, 我们一家三代也见证了马尾船的历史。 从木头船到现在, 我理解的马尾船精神是, 我们马尾船人不怕吃苦, 勇敢向前, 所以还继续往前走, 一代一代地往前走。 厚重的船政精神, 深置于城市的历史, 也孕育着海上福州的未来探索。 海上莫名许福安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尝试。 传统养殖平台用泡沫后工程塑料制作, 强度较低, 很难抵挡台风和大浪侵袭。 台风给近海养殖造成的破坏, 老渔民许福安最有体会。 镇鱼一号, 许福安和科技公司联合开发的新型智慧养殖平台, 正在让海上牧场的工作模式发生新的改变。 长60米, 宽30米, 养殖水体13000立方米。 从空中看起来, 镇鱼一号就像一艘静止的巨轮。 即便遭遇12级台风, 仍然可以保持结构稳固。 此刻海面上海浪不小, 许福安走在平台上, 却几乎感觉不到晃动。 不仅如此, 平台上的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之前需要50天的网箱清理工作, 现在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自动完成。 网箱清理刚结束, 智慧养殖课题组的科研团队 也来到镇鱼一号, 测试智慧养殖系统的工作状况。 科研人员不断将新的科技成果 应用在镇鱼一号平台上。 水下摄像头和声纳系统 可以实时掌握水中大黄鱼的生存状态。 水下传感器能自动检测 海水酸碱度、 盐度和溶解氧的含量。 先进的科技手段让深远海大规模养殖变成现实。 由于养殖环境接近天然, 许富安养殖的大黄鱼通体金黄, 品质几乎可以与野生黄鱼媲美。 在福建最大的海鲜交易市场, 野生黄鱼一尾难求。 深海养殖黄鱼价格始终居高不下。 凭借出色的品质, 许富安的黄鱼可以卖到市场价格的三倍。 不知不觉间, 儿子许传祖已经参与到了养殖工作中来。 海洋科技的深入利用, 开启了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领域 和海洋资源开发的无限可能与未来。 2020年8月11日, 江金春的新兰传社等到了一个翘首以盼的好消息。 我们拿到了防检局的建造许可。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跟我的学生们开心会了。 它将是第一条, 经过船舶检与省逼的复原船船。 不止省逼到手了, 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谁来造这个船。 全国范围内, 掌握浮船制作机翼的民间匠人已不足三百, 散落在福建浙江各地。 想在福州制作这艘浮船, 无疑是疯狂的想法。 后来我了解完之后, 实际上, 去造这个船的师傅, 年纪都是在七十开外了。 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又出山, 然后帮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很有时代意义的任务。 2020年10月8日, 九名来自福州各地的造船工匠, 在连江县台路镇的一家船厂会合。 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老工匠, 在这家老船厂的船务里, 再次出发, 联手打造一艘可以出海航行的浮船。 这个立的地方, 我们现在特意让它自然, 自然让链钢一下, 链钢, 链钢还会在这里, 那个叫不更好, 对, 不会变, 七百多个零件, 一千斤铁钉螺栓, 一千五百斤, 用于密封的油麻灰丝, 江金春设计的这艘浮船, 需要耗费九名工匠, 六百天的工时。 获得航行许可的木质浮船, 将在闽江口启航驶向大海, 这是江金春的梦想。 六百年前, 郑和的船队就这样浩浩荡荡地 停泊在这个湾口里面, 六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能够感觉到, 每天, 看着这个每天的潮起潮落, 一样会感觉到, 这大海可以与我们的浮舟力量, 它将指引着我们的浮舟人, 从这个湾口一直走向大海。 有海就有风, 风从东方来, 太平洋的风正在被浮舟转化为新的能源与能量, 相比于普通风电, 海上风电不占用土地, 不消耗水资源, 适宜大规模开发。 在人类目前开发的清洁能源中, 风力发电是可知的范围里, 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一种方式。 一直到21号, 这是一个小风吸, 然后22号之后一直是大风, 14、5米的大风,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 然而在新化湾, 常年强劲的风力, 却对风电机组的可靠运行提出了挑战。 2018年, 国内首台10兆瓦海上抗台风风电机组, 开始营发。 更大的体积, 意味着更好的抗风能力, 也意味着空前的制造难度。 狗永强, 定转子车间主任, 18年的数控机床工作经验。 眼前这台用于加工大型风电转子支架的数控洗床, 即便对于狗永强来说, 也称得上一架庞大的机械怪兽。 他专门为风电机组设计, 能以微米级的误差, 对直径11米多的弓箭, 一次加工到位。 虽然是车间主任, 但是重要部件加工前的刀具换装, 狗永强仍然会亲自上手。 大型数控机床运转过程中, 速度、温度和吃刀量等因素, 都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问题。 精通设备的操作者, 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加工中的意外。 十几年来, 狗永强眼看着操作的机床, 从进口逐渐替换为国产。 眼前这台国产自主研发的大尺寸立式洗床, 更是打破了八大国家技术垄断。 新华湾海面上出现了难得的瓶颈。 这是十兆瓦机组安装等待已久的时间窗口。 机组的轮毂中心高度距海平面115米, 相当于40层居民楼的高度。 风机夜轮直径185米, 是三台波音747并排的宽度。 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作业。 十兆瓦机组耸立在海面上, 乘风而动。 每年可以输送出4000万度清洁能源,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500吨, 满足2万个三口之家的家庭用电需求。 这支中国制造的海上大风车, 标志着中国风电开发能力, 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心怀四海, 向海而生, 是福州人与生俱来的海洋性格, 也是天下福州人四海为家的海洋情怀。 出海闯荡多年的诗节回到家乡, 用小小的鱼丸与世界做起了生意。 订单数量巨大, 周期很短, 本地的库存远远不够, 诗节并不担心。 作为福州人, 他拥有一条超乎想象的全球供应链, 遍布世界的一百多万海外华桥, 为诗节的采购和销售, 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信息平台。 一顿功夫查的时间, 跨越半个地球的食品供应链, 开始运转。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海外侨民的供应链, 将会确保诗节如期完成, 这批鱼丸原材料的采购。 村子外面的这片海, 曾经是诗节父辈和自己, 奔向生计的旅途, 包含着闯天下的勇气和打拼的艰辛。 如今, 桥乡扶青, 已经成为国际食品加工集散重镇, 包揽着海外侨民的香仇香味, 正在吸引更多的传海人归来。 经过了十个多月的出海, 浮远于8508号满载而归。 距离福州还有五百海里, 驾驶室传来了报警声。 不捞船停止了航行, 故障来自机舱, 很难断定硬件是否损坏。 在茫茫大海上做出决定, 对一艘远洋渔船来讲非常吉胜。 然而现在, 借助海上通信质量的提升, 船长王玉和可以方便地获得远程协助。 几秒钟后, 福州马尾的公司总部, 技术人员收到了故障部位的高清视频。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很快提供了解决方案。 简单而有效的远程实时沟通, 渔船得以及时复航。 航行故障可以及时响应, 是海联网创造的福利。 海联网, 国内首个海上数字试汇应用工程。 福州是第一个试点城市。 凭借高通量卫星和终端技术的精准结合, 远航的船只和陆地可以时刻保持着畅通的联系。 流畅的信号, 船员们的手机不在静默, 打电话, 看视频, 费用实惠, 航行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卫星通信宽带入海, 打通全球海洋和陆地的第一片信息孤岛。 来自福建的一千艘渔船, 将是第一批受益者。 泯江口已经映入掩盐, 不到一小时航程便可回港。 船长王玉和通过网络平台确认的老家, 已经在码头等待提货。 2021年1月20日, 江金春的新兰号付船首航。 经过北郊尾南下, 环马祖岛航行行, 这是六百年前, 郑和船队曾经的航线。 也是这片海域, 传统帆船消失四十年后的首次扬帆。 经过短短十八个月的适应性改造, 2020年6月25日, 探索二号, 在福建马尾造船厂, 完成所有改造项目, 顺利出场。 肩负着中国深渊探索的使命, 开启不平凡的新征程。 福州, 漫海而生, 向海而兴, 拓海而荣。 踏浪而行的福州人, 在海上福州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 向海进军, 打造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枢纽城市, 建设高质量海洋发展战略要地, 铸就一个新生的滨海国际大都市。 海上福州, 扬帆远航, 向着蔚蓝的远方, 破浪前行。 讲述海洋强国的福州故事。 我是黄坤镇, 今年是我来珠海的第十二年, 亦都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五年, 我继续用相机和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2020年的10月1号, 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同一天, 我准备了很久, 今晚我要拍下这场烟花表演。 我看拍什么时间吧? 如果是拍艺术的话, 那得三点 三点点上山了 拍下午夜景的话 那也是下午三点上的 比较累 就是背了几十斤器材 然后这样爬 要歇好几次 感知到大桥一出 这一张的话 是我在2018年 5月24号那天早上拍的 当时的话 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 我们凌晨两点多 就从珠海出发 然后爬了一个小时的山 然后当时七条山景是三点多 当时的话就是想拍 奥满跟珠海的一个大场景的照片 但是无意中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角度 五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太阳出来 然后哇 满天造霞 然后拍下这一张比较经典的照片 2018年10月 历时96个月的建设 市集工程港出澳大桥 正式开通 全长55千米 被外国媒体称为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总体跨度最长 钢结构桥体最长 海底城管隧道最长 技术最复杂 施工难度最高 工程规模最大 港出澳大桥 创造了六项世界之罪 情侣陆沿海的步道 因为港出澳大桥 这个最新的国家名片 已经变成珠海最受欢迎的 网红打卡点 跨越一国 两制 三地的超级工程 让珠海成为唯一一座 同时与香港和澳门 陆路相连的城市 连接澳门的不仅有巍峨长桥 还有通过珠海串联起内地 与澳门的绿色生命线 晚上七点 珠海供应港澳 蔬菜加工配送中心 开展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来自宁夏 甘肃 云南等 十几个省区的新鲜蔬菜 通过冷链物流陆续运达 经过仔细地分检 处理 检验和重新包装后 这些蔬菜将被连夜送往龚北口岸 快点 快点 加点时间 加点时间 晚上九点 从云南门山基地 直供澳门的蔬菜延误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抵抗 按照计划 这批蔬菜将在明天一早 通过龚北口岸过关 首食通关 是工业澳门蔬菜食品 始终不变的工作原则 10点钟赶不到 对对对 这边要党中要配送的哦 那你要加减时间哦 对车啊 对车啊 赶不了啊 你争取 争取在11点前要赶到啊 因为明天还要6点钟要 还要出轰啊 想办法 想办法 就是说是 对 6点钟要通关了 我们公司每天供应澳门的新鲜蔬菜有200多个瓶子 那每天呢 我们都从全国过地主席的破源 那我们一天就是说是供应澳门的那个蔬菜 大约有150吨 因为澳门的新鲜蔬菜呢 就是我们每天都要供应 是不能停的 这样的保障供应 从1962年开始 年复一年 365天不曾间断 这就是保证港澳供应生命线的三趟快车 59年来 三趟快车风雨无阻 源源不断地向港澳市场输送鲜活冷冻商品 保障着港澳同胞的生活需要 保证了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 见证着血浓与水的同胞之情 午夜时分 以原定时间迟到四个小时后 云南门山直供澳门的12吨蔬菜 终于抵达 守候多时的工人们立刻开始熟练地卸货 分装 检测员也同时开始抽解 短短一个小时 按照澳门商户预定要求 重新分装好的蔬菜 顺利搭载上能在珠海澳门两地通行的 双海澳专用火车 运往龚北靠岸 清晨六点 龚北海关关口 七十余辆满载鲜活石亭的专用火车 准时通关 车上的货物将被运往 位于珠澳跨境工业区的 澳门新批发市场 再由这里 抵达遍复澳门的各大超市与菜场 经由珠海每日不间断供应的鲜活食品 在第一时间被装入澳门主妇的菜篮和大大小小的餐厅后厨 供应六十八万澳门市民和每年数千万中外游客的日常所需 当从珠海运到澳门的蔬菜食品新鲜上市时 澳门青年周运贤也开始了前往珠海恒情的工作行程 八点从家出发 八点十五到达珠海恒情口岸 八点三十到达位于恒情环岛东路澳门青年创业股的办公室 横跨珠澳的三十分钟 是周运贤每天的通勤线路 欢迎光临 现在随着两地的发展 特别是恒情新口岸的开通 我觉得非常的遍地 现在是一地两检 要通关也是基本上是打指纹就可以过来了 我有时候上午在这边 中午有时候我都回去见一些澳门的朋友 在那里吃个饭以后 下午又可以非常便捷地过来 由于这个通关的这种方便 也给我们的同事也有很多的这种业务的恰恰那方便 带来了很多便利 恒情岛 方圆106平方千米 是珠海146个海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 也是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事半区 横行自贸区 粤澳合作产业园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澳门青年创业古等 先后在这里落地生根 曾经浇临绿野 农庄缭落的荒岛 正在成为珠海和澳门经济互动多元发展的新引擎 新动 新怀创业梦想的澳门青年周运贤 希望公司所在地 既要对外联系方便 又能辐射内地广阔的市场 区位优势优越的恒情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周运贤给公司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跨境说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有请到跨境说的CEO周运贤先生 哈喽 大家好 发挥恒情自贸区 和珠海日益便捷的中外商品往来优势 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是周运贤的创业目标 也是创业者们在恒情的共同愿景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高山红薯 那这个红薯也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平台的一个推荐 跟广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州酒家 我们宽球团队也是吸引的 都是来自湖湖四海的这些一些小伙伴 除了一个共同的使命以外 我觉得珠海的遗因的环境 这个适合创业就业的这么一个福地保地 那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团队构建的过程中 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珠海高兰岛外的一片海 是林丁阳 这里曾留下过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青的台探 这里更记录着四千年前远古先民 向往海洋走向海洋的文明因子 在高兰岛宝津湾山腰山路二百米范围内 散落着充满奇觉想象和神秘气息的石刻画像 有舟船 波浪 龙蛇 舞蹈人行 新石器时代南越鲜明的生活 跃然于其中 宝镜湾沿画最顶端 刻凿着两条上下叠压的舟船 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舟船形象 四千多年前 远古先民从这里泛舟倒海 探索海洋文明的场景 留给后世子孙无穷的想象 他们在这个海岛上 举行了一次重大的宣传 举行了一次重大的祭典 他们想出海吗 他们到哪儿去 他们掌握这个航海的知识吗 他们想干什么 追寻探海的仙人 也在扣问今天 泛舟远航和飞翔蓝天的向往 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 陆海相交的珠海 正连接起这两种蔚蓝色梦想 从1996年开始 每逢双年 珠海就会成为全世界航空爱好者的关注焦点 珠海航展成功举办了12届 已经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列 众多航空航天新设备展示 和炫目的飞行表演 是珠海蔚蓝天空最闪亮的天气线 2018年 中国制造的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昆龙AG600 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 从09年开始 就一直在处于研发AG600飞机 结构设计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也经历了 这十来年的技术公关 自主创新的昆龙AG600 由来自国内150家机构 协力公关研发生产 共同协作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部件 借120万个标准舰的设计与制造 参与研发生产的科研人员 达数万人 刘牧军 搭建飞机整体框架的团队负责人 他率领的50人团队 需要将4万多份设计图值 分发到国内各大生产制造企业 并且全程跟踪零组件制造 整机装配 协调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 我们的飞机可以在海洋上面 进行一些作业 然后对于常年在海面上作业的人员 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 我们可以实施一些 比较快速的救援 2018年10月20日 昆龙AG600成功实现水上首飞起降 9点05分 在避水蓝天的见证下 昆龙AG600轻盈入水 回转 调整方向 加速 机头昂起 一气呵成 这架世界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最大航程超过4000千 航速达到560千米每小时 能连续航行12小时 最大起飞重量60吨 展现了中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的 跨越式发展 让中国精深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世界强活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看 飞机在起飞降落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特别舒畅特别漂亮 这个飞机将来可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边 在比较起伏的波浪里边 然后从这个中间去起飞 应该是更为的壮观美丽的一个场景 数千年来 居住在珠海的先民泛舟而行浮游海上 造就了开放从容的心态 百余年来 荣红等一批有识之士 穿过珠海的条条展向 走向世界探寻复国强民之路 今天 珠海正在成为中外人才汇聚的高地 中山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和众多高新科技研发机构 创新企业 纷纷在珠海落户 这里建设海洋学科群 打造海洋科研大平台 汇聚高水平海洋领域人才队伍 更好的服务国家海洋强活的重大战略 因为这个流它是这个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它越往下游就越强 也就是说在它跑的过程中间 不断地是有能量提供给它的 陈大可 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物理海洋学基础研究 是近海大洋和气候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科学家 也是首位当选的珠海市顶尖人才 因为珠海得天夺候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我们知道珠海它是在越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的位置上面 而且广东省的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城市 因为珠海它也是最早一批的经济特区 所以基质体质它比较灵活 然后创新的土壤也非常的肥沃 九百多名来自中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国的优秀科学家 和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学者 组成了南方海洋实验室科研团队 全力开展海洋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 尝试破解世界性海洋难题 是中国海洋科学家在珠海的使命 把实验室建设成为面向科技前沿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海洋创新平台 和世界一流的海洋人才高地 是陈大科院士来到珠海的主要目的 非常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样一个 我们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觉得我们从海洋大国 迈向海洋强国这个值可大 要细心地培养下一代的年轻的海洋人才 然后共同地来实现我们国家的海洋 珠海长龙海洋王国 全球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 雨林飞翔 海洋湾 极地探险 海象山 海洋大巡游 海洋保卫站 是这里的人气景点 高达68米的世界最大海洋鱼类展馆 长度接近40米的 世界最大亚克力玻璃通道 极具震撼力 多达两万九千多条的珍奇鱼类 飘然游泳在游客的头顶 这里是海洋生态与海洋文化社会传播的重要平台 品类丰富的观光项目中 马戏表演深受游客欢迎 马格丽特一家 这个来自俄罗斯喀山的家庭 组建了全球最大的集体手机表演团队 表演融合了传统的俄罗斯杂技舞蹈 舞台剧和移形换位的经典中国功夫等多种艺术形式 75岁的马格丽特 是这个家庭和表演团队的核心 曾带领团队登上2018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每天下午两点开始训练 四点准时化妆 七点用最热情的笑容和精湛的记忆 迎接八方为客 这是从事马戏表演五十多年的 马格丽特时间 是空间扮演的 非常好地方 很很漂亮 很漂亮 他也不关键 没来不关键 对如国土瓦合 我们来到来 我们7年前 他能 Rakung 很有leich的 média 但你看现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西会醉的美食 风景宜人的城市 蓬勃兴盛的荆棘 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 越来越多的中外寻梦者 汇聚珠海 见证和参与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在这里描绘自己的未来 2020年8月 珠海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黄坤镇精选摄影作品制作而成的视频 又一次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热潮 光影变幻的珠海 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记录展示珠海腾飞发展的万千气象 是他献给这座城市最质朴的庆生礼物 这视频的话是我今年拍的一些素材的合集 算是为了庆祝珠海经济特区40周年 的一个短片 这是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出海 然后在秦宜录的时候 有很大的电话表演 还有当官秀 整个城市很多人都去看 非常地热闹 因为难得有一次这么大起来 一个活动 烟花表演 当时我用那个火焰机拍的这个场景 还是比较震撼 那个烟花非常漂亮 这里是珠海 远远数千年的海洋文化基点 造就了搏击风浪的勇气和意志 这里是珠海 大潮悲恶的40年特区建设 奏响了向海而新的时代强音 这里是珠海 向海洋深处蜿蜿蜒的港珠澳大桥 开启着粤港澳大湾区魅力之城的蓝色梦想 这里是珠海 向世界讲述着海洋强迫战略的珠海故事 陈西威陆 厦门刚刚苏醒 开原路和开河路交叉口的第八市场 早已经人声点备 第八市场与轮渡码头一街之隔 是厦门最古老的片区之一 留存有闽南古早风格的地方 在厦门人心里 这里才是最本土的坐标 巴士这个地方是个长龙卧虎的地方 你没有两把刹子 你根本在巴士就根本生成不了 我很大胆地说 我的沙茶场在本下面排第二 没感觉他说他排第一 有声沙茶面 位于第八市场147号 一袭白衣的是店主下生 早年间离岛打拼 曾经是国内最早玩乐队的文艺青年 虽然人到中年 但是一身形透 还能看得出曾经的潮流范儿 那儿想到这里 还有一个ツ套 请不吝点赞 祝祝 有特别吝点 请不吝点赞 估订阅 遇见 这也不再用 明显 影片 明显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的文化呢 本身就具有海洋文化的那种开放性格 从宋代开始就陆陆续续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走向海洋 跟东南亚 甚至远达非洲 有比较多的这种交流 一碗沙茶 在厦门人手里几番迭代 海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 固定成现在的厦门味道 阿青啊 你喜欢哪边煲什么 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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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三点 夏生回家休息 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穿过八十曲折的巷子 夏生会找一些老朋友听听歌 回味一下年少的时光 厦门人就像沙茶面一样 不断吸收来自海洋的元素 然后融化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 音乐对于厦门也是这样 2017年7月8日 古浪雨国际历史社区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古浪雨推出了限流措施 这座小岛重归往日的平静 此刻 游人尚未登岛 小岛静命安逸 在雷厕大院 一天的生活 是被一位特别的家庭成员唤醒的 雷永平的家族 已经在这个院子里 生活了一百二十多年 音乐 是他和妻子耶恩慈 共同的爱好 雷家大院 逐渐成了古浪雨上的音乐之家 畏惧着音乐的发烧涌 哇 太有料了 今天去北市北市 它太水 太轻 隔三差五 本斯老周会带来 从岛外逃来的海鲜 与老朋友分享 油烟飘香里 雷永平的妻子 开始了一天的晨练 叶恩慈的大部分情 是丈夫雷永平亲手制作 几十年来 雷永平已经数不清 给他做过多少把情 要送给我老伴 这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 这个木头非常珍贵 所以要很小心把它做起来 雷措下位音乐队 是雷永平夫妇退休后 和朋友们组建的乐队 排练的日子 乐手们从各处赶来 胡浪宇是一个音乐岛 每一个普通人 都可能是一名乐手 雷家打月的夏天 充盈着海岛音乐的风情 蔡松荣下班后的身份 是雷措乐队的头号粉丝 雷措大院的家庭音乐会 是他不会错过的节目 雷措乐队是古浪 一个草根的乐队 它都是有一些退休的职工 还有有一些 这有音乐爱好的 一些各行各业的人员组成 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成海而来的外来文化 和敏南文化交织在一起 浸润着古浪语人的生活 海洋的气息融入居民的旋律之中 如果说音乐是古浪语最温柔的注解 那么中华白海豚就是厦门最美的生态营片 厦门是中国唯一能在主城区 看到白海豚活动的城市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海洋珍稀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 王先燕和他的同事们 正在去拜访他们的路上 今天是不是风比较大对吧 现在可能得有四级的白头浪 四级 那我们先去里边风小一点 保住雨那边 后面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再去九层江口那边 科学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一个种群少于五十岁 它就面临着非常病危的状态 厦门种群就基本上快达到这个程度了 而且厦门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 它就生活在人类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 每次经过火烧雨 都能看见高大的海豚救鱼菇雕塑 在厦门 海豚救人的故事 已经演化为美丽的传说 白海豚也被称为妈祖鱼 应该说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 在这种群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数量 就六十头左右 而城市也很好地得到了发展 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种平衡 就是说经济的发展 生态的保护 白海豚的保护 一上午的观测 王先彦和同事并没有发现白海豚的踪迹 这并不意外 观测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 如何在发展的同时 留住城市海岸的这群精灵 取决于厦门人的智慧和努力 午夜十二点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 紧张的作业正在进行 偌大的工业须不见一人 无人码头一天的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接近二十万吨 完成这些工作的 是自动化运转的机械 这里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所自动化绿色码头 因为夜间大量设备自行运转 厦门人戏称为魔鬼码头 然而即便是全自动化码头 也无法缺少人的干预 小曾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的 巾帼班组新员工 到传统塔吊亲身体验人工操作 是他今天实习的第一课 我的天啊 我手没动啊 我慢慢往前 明术家 慢慢家到最大 机器抓箱的感觉怎样 感觉第一次操作还是难度很大的 那你们上面的话 吃饭喝水方便吗 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如果说水喝多了 我们就要频繁地往下跑 相对来说会影响一下工作的效率 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相对来说那边会比较轻松一点 通过自动化远程操作 与外托司机配合 完成对集装箱起升最后一米的安全检查 这是金国班组的主要任务 完成这个步骤之后 集装箱就进入了全自动化区域 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桥调的抓钩与集装箱对位 师傅 你把那个锁脚打开一下 不然把你车子给拉起来了 看似简单的操作 涉及到安全问题 初次上手 确实需要经验丰富的师傅 手把手传授要理 我们码头行业 其实男性操作人居多 就是为了拓宽女性 在我们码头的一个就业渠道 所以成立了我们金国班组 我们应该是全国首资的 一个自动化金国班组 鼠标轻轻一点 自动化完成装箱 电动设备的使用 解放了小僧们的繁重劳动 大幅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 堆场内往来穿梭的AGV机器人 是自动化码头 最尽职尽责的员工 借助自动充电技术 他们可以每天24小时工作 全年无休 在协同作业时 每一台机器人 都会根据路况 选择最优的行驶路线 5G网络机器人的成功运行 标志着厦门码头智慧化 跨入5G时代 120那个箱子 好像化了蛮久了 一直没有下来 当电动机器人出现故障 刘毅就会出手援助 他的工作就是巡视 码头流动机械的运转情况 对场内出故障的电动机器人 进行维修 我们试一下在线吧 然后看一下那个程序 现在是不是正常了 采用了新能源 一个是可以适当地减轻碳排放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港区内 其实原来是有白海豚这些动物物种 有一些频繁的噪音 其实我们在考虑 整个系统生态的方面 希望能在满足生产的情况下 那也能够保护一方的生态 大海滋养的厦门 爱海护海 就是保护厦门与这片海共同未来 听说某海域发生了 轻微的易游事故 邵宗泽带着他的学生 急匆匆赶往海滩 它挺干净吧 对啊 看着挺干净 里面微生物很多 是吗 对 里面肯定有这样子 去上海 好 好 他们可以从海水中 提取到一种消化石油的微生物 海洋占地球面积 百分之七十一 复杂的环境中 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与遗传资源 这是一个亟待开发 和有着无限潜能的新宝藏 邵宗泽提取的样品 要送入自然资源部 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冷库保存 这里是我国第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海洋微生物军种 保藏管理中心 库藏海洋微生物 超过两万株 在医药环保新能源等方面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6年初 厦门市观音山人造沙滩 遭受油污染 如何修复油污沙滩 是公认的难题 你分烧 成本太高了 然后拿到别的地方去 也是污染 这是专家们提出的建议 后来就找到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在这个 使用污染降价方面 很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厦门 我想那些专家们就建议 我们来参与 来支持环境工程公司 来共同施工 这次南极 第二次发现 从现在看 好像这个 这样的可能效果会更好 对吧 这个乳化效果 可能好一些 这个一个 对 这是一个卷铸团 经过实验 一种来自大洋的 室油菌株 成为它们对海滩 进行净化处理的 主要方法 大约 应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 大部分的室油 都被降价没了 最后呢 就是又延长了 两三个月 最后呢 就完全达到了 就是回田的 指标了 然后沙子从哪里来 就回到哪里去 沙滩污染的成功整治 让海洋微生物遗传资源 进入大众视野 实际上 这一领域的应用 才刚刚开始 2020年 新冠疫情爆发 核酸检测试剂盒 成为最急需的产品 试剂检测时 需要能忍受 较高温度的DNA工具煤 国产工具煤 性能不稳定 所需的工具煤 大多从美国 日本等国进口 这些国家的工具煤 生产企业 几乎垄断了 全球的工具煤 价格居高不下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 能不能在国内 做自己的工具煤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幅度地 可以减少我们这个 产品里面 原材料的成本 因为海洋呢 有很多这种极端的环境 那么这些极端环境里面的 这些海洋的这些生物 或者是微生物里头 其实它会有一些 相应的工具煤 所以我们就考虑和 海洋三所一起来 开发这个工具煤 最终研究团队从1600多份 库藏海洋微生物中 筛选提取到了100多种 不同类型的高端煤 这些工具煤投入量产后 可以将国内诊断 试剂的原料成本 降低60% 一箱向厦门造的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从厦门出发 驰援全国各大城市的 抗疫第一线 并且获得了欧盟认证 为全球战役 贡献中国力量 今天风很大 差不多有五六级 有啊 可能有六级以上 风有点站不住的 漫步在观音山沙滩 游人丝毫察觉不出 这里曾经发生过石油污染 保护大海 了解大海 河里开巴黎有海洋资源 是城市海洋战略的现实起点 我们呼吸的50%的氧气 由海洋产生 海洋自于地球 犹如水自于人类 戴明汉院士 近海海洋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带头人 长期研究海洋 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为了推动大众的海洋意识教育 2010年 戴明汉发起了 面向大众的海洋教育中心 将专业的海洋知识 转换成面向市民的科普实验 是师生们重要的科普活动 波济将冠斗汝 赌勇 小牙洋 搞成艘 看起来 作为 帝安的一个水 帝安的一个水 帝安的水 会不会费一下就好了 到底鲍鱼心跳是快好了 还是慢好了 在高温下可能就是温度太高了 暴雨它就是最負責冷凍 它吃上去的口感有效果 像正常的暴雨它的口感就比较脆 我们在做科研的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团队 意识到科学传播 其实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实验室内做实验 我们还要把我们所学到的 所研究出来最新的成果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 这个是我们在南海做的商务交调查 我们采用了全景相机 来提供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就像你自己沉浸在海洋中 你自己在潜水一样 2020年10月19日 一堂山海相连海洋课 在湘西省新国县第七中学举行 厦门大学海洋媒体实验室 与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 为孩子们带来了一份 神秘的礼物 看过海没有 来吧 时间交给你们了 欢迎我们六位助教 看到什么 哇 那怎么那么多鱼 山蜘蛛 很神奇 这次的课程其实既是介绍海洋 也让同学们去看海洋中 有些什么样的现象 但还有很多有趣的生物 教育为梯 横跨山海 探索海洋的梦想 在山里孩子们内心 悄悄萌发 科普工作者的努力 正在拉近大山与大海的距离 2020年 厦门25年的海岸带综 综合管理实践经验被业内分享全球 在世界制海史上留下了中国厦门的探索步伐 特别像厦门这样一种 自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 因海而生 向海而兴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厦门从很早以前事实上 启动了这样一些大众的海洋的意识教育 也因此厦门的民众的海洋意识 一直是守在全国的前列 经过实习期的小曾 已经成为了一名熟练的金国班组成员 休息的周日 他才有机会来到市民白海豚观测点 期待着白色精灵的出现 王先燕和他的同事 也已经等候多时 那是无事 不可能 那边其实一大片都看土 一退潮之后都漏出来 那边水很浅 今天的海风很大 临近收工 望远镜里仍未出现白海团的综艺 来 带给我放了 好 现在有了吗 可以 好 你寄完跟我说一下 好 这个 慢一点 慢一点 这个 多点一 多点一 来 方便搞起来 昨天有 昨天有 发给几个专家 看那里 就提出一个 好像有海豚 就在观测将要结束时 海面出现了王先燕最熟悉的身影 你看这个 方便 大概五万米 我看到了 对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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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嘉庚浩克考船又将远行 去往浩芒的北太平洋 考察海洋荒漠 全球表层海洋面积 约30%为低生物量的 寡营养海域 被称为海洋荒漠 这些未知探索的巨大海域 对全球海洋探汇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团长 你要带队 这是挑战性的一个航次 把它做好 海洋科学冬季考察 是最艰难的一步 我们要进入到 深入到30度以北的区域 虽然我知道这是个大浪区域 每次来到这里都特别感慨 特别来到嘉庚浩这个驾驶船 过去没有这样一条现代化的科考船 很多事情感想 不敢看 也不敢展望 我们的目标呢 希望能够探讨一下 能不能把海洋的荒漠 也就是说生产力特别匮乏 这样一个区域 变成一个绿洲 能够吸收大量的碳汇 也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奉献 厦门 一碗东西河壁的沙茶面 一座浪漫文艺的音乐之道 一座人海和谐的海洋文化之城 厦门的盛世荣言 在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交融的海岸线上 在面对大海 放眼世界 开放包容的城市风谷里 宁波永江口外的七里雨 是一座距离宁波镇海七里的小岛 156年前 第一座灯塔在这里建成 在现代航海科技出现前 茫茫大海上点亮的灯塔 是船只辨别方向的主要标志 浪涌之间的点点星火 意味着陆地故乡和希望 中秋前夕 手塔人叶超群照例来到岛上 每隔一周 他就要上岛守塔七天 喂 哈喽 哈喽 嗨 来 跟爸爸站站站手 爸爸跟小手招一脚 欢迎回 哈喽 看后面 灯塔看见没有 灯塔 这是灯塔的国民 我们在岛上职守 经常会遇到台风啊 大雾啊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就会在上面 待很长时间而下不去 最长的一次 我记得在岛上 待了快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会种些蔬菜 那个时候就可以一影集 虽然现在条件好了很多 但是岛上的生活呢 还是挺枯燥的 然而想想 过往的船只 每天需要依靠 观察我们灯塔 才能安全的航行 你会觉得自己的付出 还是挺值得的 80后的叶超群 22岁开始守塔 是七里宇最年轻的守塔人 他的身上肩负着家族的使命 作为叶家第五代守塔人 一百多年来 叶氏家族守望灯塔的使命 代代相传 从未中断 我本来是在油库里工作的 22岁那年 家里人 动员过到岛上来守塔 特别是爷爷 他非常的坚持 刚上来的时候 确实不太理解爷爷那种心情 我和爷爷说 你和爸爸在岛上守了一辈子 这工作这么苦 你还让我上去干什么 我不去 但是拗不过爷爷这种 执着的心啊 远处城市玩花四季 眼前港口 航船匆匆 0.03平方千米的七里宇 工作和日子岁月静好 也单调铺灶 面朝大海 夜朝群有了更多的时间 思考灯塔和自己的未来 现在壳子越来越发达了 灯塔的作用呢 其实也慢慢在减弱 但是灯塔 我想它是不会行的 也许我们这个职业会消失的 也许我们这个职业会消失 守塔人没有了 灯塔完全变成自动化了 无人管理 守塔人从常住在岛上 变为定期上来维护灯塔 但我想 这种守护航路的初心 是不会改变的 夜朝群守护的灯塔 与宁波周山港隔海相望 这座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城市 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 东出大洋 西连江淮 转运南北 港通天下 宁波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两亿的交汇地上 以全国约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一百六十分之一的人口 贡献着约占全国八十分之一的GDP 和三十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 要窜头 海三弯 追求成功 就要出海闯世界 一代代宁波人 在闯海的情节中长大 又一代代传承着 闯海的使命和精神 宋元时代的宁波 留存着海上丝绸之路先民们 孤帆圆影的碳海背影 今天的宁波 正在成为一带一路 新一代闯海创业者的 理想之城 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可以安排 其实我去了全国各地的 一些做进口商品的商贸城 我都去考察了 但是到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宁波 郭晓在塞尔维亚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直从事中国和中东欧之间的商贸 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重新规划了他的事业发展航线 几番思量 郭晓把事业的新航标 选载了宁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全球贸易面临严峻挑战 在欧美畅销的中国小家店 因为疫情居家的需要 迎来了商机 凭借多年的信誉和贸易通道 郭晓经营的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有了新领域 因为宁波还是最有优势的 因为它有全国最大的一个港口 它的吞吐链现在是全国最高的 然后通过这个港口运输到宁波 然后再辐射到全国的各地 当然通过一带一路的延伸 塞尔维亚或者是中东欧的商品 目前最优的选择是走海域 我到了宁波 到现在为止也近三年时间了 在这三年时间感触也挺深的 从单一的产品 到了多元化的产品 到多元化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在宁波 也来做了不同的领域 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 是商机 也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口 宁波正在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 贸易便利化检验检疫试验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雕杆性合作示范区 港通天下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繁忙的宁波州山港 往来巨轮日夜不息 连续十二年货物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一 在港口之城的深处 隐秘着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文化归宝 南国书城天一阁 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 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私人图书馆 背靠一座城的繁华 脚踏千年沉积的土地 层层书页间折叠着四百多年的沧桑 一把锁两个人 周慧慧和同事分别掌管着典藏书库的钥匙 只有两人齐聚 才能开启尘封的历史记忆 这是天一阁坚守不变的传统 天一生水 一百多种珍贵的 古代海洋文献典称 是天一阁三十万浩帆卷制中的瑰宝 专门研究海洋风暴的风暴日期考 讲述中国沿海航线的紧路沿海水图行舟变缆 叙述沿海岛屿的海岛交予变缆 都是先人泛舟海上用生命凝结下的碳海之旅 这是我们天一阁藏的一个清代抄本 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从福建到浙江 从厦门出发到宁波 沿途有哪些岛屿 岸交 港湾 以及可以躲避台风的地方 那么可以说呢 它是闽着两地之间航海的一个航海宝典吧 它是一个孤本 也就是说只有天一阁有藏 其他地方呢还没有发现 隔外人间烟火 极世繁华 隔内历史烟云 书香为伴 与苦为有 是周慧慧的工作职责 也是她对城市记忆的一种守望 在这座远离城市喧嚣的精神灯塔中 打起一本书 摸缩着泛黄的书页 如同抚摸着四百年前的波涛 心游天下 因为天一阁被海风吹拂了千百年的港口 散发着书香 文明的灯塔逐罩着一城繁华 城中的天一阁 海上的七里雨 两座灯塔遥遥相望 共同守护着永江口 长夜中不灭的灯火 凌晨两点 大多城市还在沉睡 宁波却早已苏醒 出海归来的渔船 点亮了暗夜中的早逝 整个城市弥漫着最新鲜的渔货气息 因为很多渔船它都是凌晨两三点到的码头 然后卸完货可能就五点六点这样子 就两小时交易时间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里套最新鲜的货 徐杰 资深海鲜达人在一家民宿工作 向八方游客介绍儿时记忆中的宁波味道 是他的工作 也是乐事 今天徐杰要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为朋友们一盏厨艺 老板 这预罗多少已经 陆林市场 宁波市内最大 人气最旺的海鲜批发市场 每天凌晨 各类海货 从东海渔民的船舱直达市场 鲜活生猛 品种齐全 这个鱼超值新鲜 这条就没有这条红 好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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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鲜林伍 鲜山 宁波菜也叫永芳菜 老宁波的船上人家在海上漂泊 三餐往往就地取菜 简单质朴的烹饪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 于是不失本费 就成了永芳菜别具一格的风味 红糕嗆蟹是永芳菜的代表 螃蟹的糕已经满了 这边红色的基本上都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独门技巧 拿一块大石头 屑盖朝下面把它压住 差不多10小时 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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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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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这肉嫩白像果冻一样细腻清甜 红糕嗆起将海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位里位外一半是陆地一半是海水的宁波人的心头之号 欢迎大家来宁波 干杯 干杯 味蕾记忆在代代传承中成为一座城市 一个族群凝结在血液中的味觉基因 谁能想到历经沧海桑田 今天的盛宴与八千年前祖先的餐桌 竟然享有着共同的食物 那么荷姆渡遗址地层在五米深的位置呢 我们就发现了海洋生物类的化石 这说明在一万多年以前 宁波绍兴这一带就是一片汪洋大海 景头山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 与河姆渡文化关联密切 时间则更为久远 鲜民食用后丢弃的母地 称子海螺层层叠叠叠 在现了八千年前 远古鲜民以海鲜为食的生活场景 与家族盛宴 主要的可以说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物 就是这些海产品 其中的种类就是有泥汉 有牡蛎 有海螺 还有蛤蜊 这几种现在宁波人还常吃的那些海产品 河姆渡参道烹渝 三江口以舟作马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第一页 留下了宁波的印记 印证了长江与黄河 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渊源 河姆渡遗址中鲜民涉海的木匠 见证着数千年渡海而居的追寻 长龙沃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延伸着新时代因海而兴 跨越梦想的壮志 三十六千米长的钢铁巨龙 蜿蜒入海 风向远方 绵延着长海相生的无尽想象 也成就着山海相依的无限可能 这段时间提起好了 太阳好 它有点卡 卖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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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 五十米 大分数 哦 方明了 这米好好 啥露出来了呢 露露露露 我刷头 全部留下来的人家 大自然的 宝贝 这 距离宁波市七十多千米的四名山 远离大海 林深茂密 青山碧水 是宁波市的后花园 这里是年轻的养蜂人吕国栋 和朋友们甜蜜事业的起点 原生态高品质的蜂蜜 吸引着海湾对岸的上海客户 铁波要快来 我们要加快 下午还要去涮海售货呢 我们包装包好 我们直接下午 我们俩送过去好了 快快快 我们今天要快一点 来不及我怕 慢慢来 这个不能急 让我们从杭州湾 跨海大桥那边 人家客户电话 好几个催来过来 好的 大桥飞驾南北 杭州湾跨海大桥 让宁波与上海间的陆路距离 缩短了120多千 刚刚收获的四名山蜂蜜 三个小时后 就可以出现在上海的餐桌 这就是长三角 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发展速度 来四名山蜂 五年多六年了 刚上来的时候 我们几个同学 信用卡刷包 刷包脚 该借的地方也借来 说是人家看到我们温身一样 货卖不出去 包括我们的产品 没人认可 人家都说 我们的蜂蜜假的 但是 我的产品 我要走向宁波 走向北上广深 这是我的理想 创业的辛苦与酿蜜的甜美 交织在一起 独特的气候条件 和优越的自然环境 四个年轻人 创出了四名山的 绿色蜂蜜品牌 我们其实转机了 18年开始 上海有个客户找到我 他需要一个月 大概提供 三到四百斤左右的草蜜 我拿到五万四千块开车回来的 那时候回来那个开心 从勤劳和甜蜜开始的生态农产品 走出大山 越过杭州湾 抵达上海 这座国际都市的消费前线 河海相生 山海相伴 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相会交融 滋养与昂扬着宁波人 敢于尝试开拓进取的 城市精神 海相夹 尝试被静止 通过于白天 富一世 都会不断 其中的健康 以赵万能的 今天是叶超群下岛的日子 他跟父亲叶靖湖 相约去看望在老家生活的爷爷 对于守塔四十多年的爷爷来说 叶超群接去家族世代传承的职业 成为守塔人了却了他最大的心愿 虽然已经退隐前缘 但是爷爷夜中央依然关注着灯塔的发展 牵挂着守塔的孙子 叶超群的父亲叶靖湖 祖父叶中央 曾祖叶阿岳 高祖叶来荣 叶家五代 都是守塔人 一百三十九年夜枕波涛 守望灯塔 用闪烁的光亮温暖了一个个航道 为汪洋中黑暗的孤舟 呵护着光明与希望 爷爷叶中央 二十一岁上到守塔 四十多年中 每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屈指可数 我爸呢 其实当时工作的时候呢 一年才二十多天的假期啊 我小时候就很少见了我爸 见到了也不太容易 为了这份责任和担当 叶家奉献了爱 更付出了牺牲的代价 灯塔照耀的这片海域 长眠着夜中央五岁时救人牺牲的父亲 还有四十年前上岛探视途中 因为海难逝去的妻子和女儿 永失我爱的伤痛 让这个家族更懂得守护灯塔的责任 一代代的守护 一代代的传承 聚少离多 甚至生离死迭 都没有放下守护灯塔 守护航路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暗夜中的灯火 一百多年间守望着逝去的亲人 更照亮着无数起航与归航的旅程 就是说大一地的话 就是我们灯塔就是一个国家的盟屋 国家的盟屋 你要看起来 这个盟屋 也不是一个既代的事情 有时候坐在这边 会回想起以前 爷爷啊 父亲啊 那时候跟我说的一些灯塔上的事情 苦啊 寂寞啊 孤独啊 我觉得这个是灯塔的代理 但真的自己工作之后 其实灯塔是给人以希望的 这个工作有背后的这种 深层的这种意义的 在那个之后我才觉得 守护对我来说是真的有意义的 才会想到要把这种工作 要去怎样去做好 中国宁波 输藏古今 港通天下 在宁波 和母渡的先民创造的远古 明绚丽多姿 在宁波 大运河三江口 河海相连 中国工商业史的百年辉煌 历久不衰 在宁波 汇集大海般的豪情 信心与力量 正在全力打造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点 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书写海洋强国的宁波乐章 现在有一个很紧急的订单客户需要五千批 你们现在晚上打电话给工艺商要求出货五千批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前海保释区 阴脉供应链的王河潮 接到美国客户来电 正值西方年终购物节 黑色星期五 客户打来越洋长途 追加了一大笔订单 他需要在规定的市销内发货 才能够赶上购物节 这些都是服黑色星期五的 大家安排快一点好不好 深圳 中国制造业的物流集散中心 每天数以一级的原材料 芯片 玩具 机械设备 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五千件追加订单 得到供应链肯定的答复后 王河潮和同事在物流仓库 焦急地等待货车的到来 我们这一车货物很急 你现在到哪里了 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谢谢 好 拜拜 下午三点半 从深圳机场直发过来的卡车 按预期抵达供应链仓库 王河潮和同事们忙碌了请 好 赶快安排人卸货好吧 现在还有多少订单 两千多 大概多久能做完 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OK 好 下午五点 美国客户追加的黑色星期五后五 正式打包完毕 准备装车 距离客户的下单时间 刚刚过了七个小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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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一点 司机是否可以走了 我们已经收到车 我们可以接触您的预期 清晨 盐田国际港繁忙的一天刚刚开始 陈火厂全国劳动模范 主要负责指挥机械臂的自动化操作 今天他要将一艘万吨级巨轮装满集装箱 赶在涨潮之前驶出马头 像碗这么大的一个箱孔 要精准地把这个箱孔上到车架上 叠加在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锁里面 所以是要经过很长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一个训练 才能有足连的一个操作技能 六年前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比赛中 陈火厂已超过同行业60%的效率 一举夺得暗调比赛冠军 刷新了业界记录 这里是我们今年正式启用的一个半自动一个暗桥操作室 经过我们半年多的一个追赶就是已经能达到了现场的一个一个操作气球 2020年开始 在陈火厂高效率的指挥下 货船顺利离开了盐田港 向南海深处驶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盐田港区迅速成为东亚地区集装箱枢枢纽港 连续十多年 这里吞吐的集装箱突破一千万雕箱 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单一港区 深圳 毗邻港澳 面向南海 坐拥1145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260千米海岸线 是中国海洋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 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海洋中心城市 彰显中国蓝色实力 是这座城市发展的新机遇 新挑战 吸引着世界级海洋人才纷纷落地这座城市 今天咱们的这个试验呢 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 咱们在湖里边坐了已经是不错 然后今天在海里边的环境 其实主要是不可控 深圳大宝 崔君洪的智慧海洋团队 正前往清华大学海洋科考船 进行世界首次大范围海底无线通信组网测试 对对对 很切碰 对对 慢慢来不急不急 今天我们想做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二十节点的一个网络 打造了实际上是一个水下的物联网 世界性攻坚难题水下无线通信 是崔君洪团队正在攻坚的前沿课题 通过空气传播的无线电信号 在水下衰减严重 无法进行有效通信 崔君洪团队决心用声纳 进行通信组网尝试 好 慢慢稍累 小船没过来吧 小船没过来吧 哎呦喂布放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一切顺利吧 好 好 浅标浅标浅标都已经到位了对吧 浅标 哎呦喂正常浅标 鸡箭好都正常 那好了那我们开始 哇 数据下来喽 不错不错不错 数据上来了 数据上来了 好好好 温度和深度的数据 温度和深度的数据 我们布放的深度是4.416米 然后沿度是46.954 对 新体地在那边 在船舱内的总控制时 崔军红和同事们 在仔细地分析着 海底发回来的通信数据 这一边呢 这已经在传输了 这个相当于 你看这边 整个它在这个信号 相当于水声的信号的一个传输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传输 这边数据呢 你看这边数据 通讯的数据 上来 然后温度 沿度 深度都已经上来了 这边一个实时的展示 在智慧海洋团队的努力下 世界上首次进行的 大范围海底通信测试 获得成功 通信速率达到了 每秒4.5千字节 远超世界同航水平 希望能推动这么一个 行业的发展 让人类对海洋 对着认知 然后整个的一个和谐 我觉得这一辈子 能实现这个愿望了 也是不亡此生吧 深圳大亚湾的清晨 方建军一如往常 从宿舍步行前往核电站上班 走吧 我们上车 现在是0.106 在这个点的话 跟历史比是差不多的 从监测结果看的话 都是比较正常的 处于一个班底水平 大亚湾核电站 工程师方建军 在移动辐射监测车里 紧盯着屏幕数值的细微变化 每天 这辆车都要围绕着 电站附近的数十个监测点 进行流动辐射值监测 今年是方建军南下深圳 成为大亚湾核电站 环境工程师的二十个年头 核电是人类利用海洋 创造财富的终极力气 1994年投入使用的 深圳大亚湾核电站 是新中国第一座 大型商用核电站 我们去取些鱼样吧 我们那个鱼船已经联系好了 那个准备一会儿去打下鱼 一会儿你跟我去一下吧 好 大亚湾核电基地 十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上 生长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十一千米安岩的海岸线 为鱼类提供了安居的港湾 核电站水域的动物生活状况如何 又会不会受到辐射影响 这也是方建军的环境检测的工作内容 因为我们为了要取到 一个代表性的样品的话 必须是这个核电站周边的鱼 这样的话 鱼民的话他们会比较有经验 所以我们一般请鱼民来帮我们打鱼 尽管当地鱼民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对今天能不能捞到实验用的鱼 方建军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 来 水混一点海儿 海大鱼 来 等我来 今天 这总共是我们数一下有几条 做样肯定够了 并且还是可以 回到实验室 方建军和同事们 要将刚捕捞上来的鱼 做烘干碳化处理 依据鱼体内的辐射含量 来做出环境质量的判断 1.1公斤 刚好喝四个 这个结果的话就很正常了 没有那个侧大归咎于电站排出的一个放异性核素 证明就是电站运行的话 目前来说对这个鱼样品的话没有任何污染 2019年 领澳17核电机组实现连续安全运行 4729天 创造了国际同类型机组 连续安全运行天数的最高纪录 大弯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深圳40年发展的一个过程 从无到有 我觉得是一种相互见证 相互成就吧 良好的海洋生态是人类的宝贵资源 发展的同时保护海洋 就是成就深圳的未来 在深圳 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活动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 离海最近的深圳市滨海中学的海洋小学 小组同学们 今天有一堂田野调研课程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了海边 为了研究我们的课题 这个金属锈石的一个情况与反馈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 就是来到海边去取水 激发学生们的探索欲 了解海水对环境物体的腐蚀作用 是这堂课的目的 这块石头有什么特点 看一下 这是什么石头呢 叫沉积岩 海边的沉积岩 在相隔不远处的海岸上 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的马海鹏 也在带领志愿者们开展 海滩垃圾清理活动 好了 各位小朋友们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这段草原的好玩吗 好啊 东西多不多 多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些垃圾啊 现在呢 你们每个人 减100个玻璃碎片 来 没有声 这里有一个 不到一小时 马海鹏和小志愿者们 已经收集满十几个编织袋 接下来 他们将对这些垃圾 做无害法处理 前爱大鹏的志愿者们 正在做下水前的最后准备 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 希望通过水下种珊瑚 捡垃圾的方式 改善深圳海域的环境 12月初的深圳大鹏湾 水下温度不到20度 对于潜水爱好者而言 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温度 但却是珊瑚苗生长 最适合的温度 穿戴好20度公斤的潜水装备 他们开始陆续下水 今天我们下水的任务就是 去海里面寻找一些断掉的珊瑚 然后把它送到我们的苗库里面去 我们从苗库的这个头下去 那个这个去吧 加油 种植珊瑚的工作 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却很考验耐心 整个过程耗时冗长 进展缓慢 今天 志愿者们在海底发现了 背包大小的珊瑚残骸 据推测 有可能是被渔网 或者螺旋桨所伤 钱爱大鹏团队 立即对他进行了固定处理 回来吧 我来我来 我走给你干 好 其实 钱爱团队 已经投放了28个人造珊瑚礁 7个珊瑚苗 总计达560万珠珊瑚苗 在他们的努力下 靠近周载头的这一片 十字牡丹珊瑚礁区 正在缓慢修复 这是深圳人的大海 在深圳260千米 年长的海岸线上 守护它的美丽 是每个深圳人的责任 也表达着他们 对蓝色大海的热爱 这是大海三 会有激情的深圳人 无数探索创新的脚印 和搏击踏浪的身影 共同汇聚成特区建设 40余年的时代记忆 深圳福田 67岁的摄影师周顺斌 来到深圳市邦志馆 寻找他30年前拍摄的 一组民俗照片的来源 好 餐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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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七年前吧 陪过一个叫鱼灯舞的照片 今天我来一个是查查资料 要看看这个照片 大头角鱼灯舞 它一直传承到今天 它每年的正月食物 它都有表演 所以深受欢迎 周顺斌30年前拍摄的鱼灯舞 已经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保护与传承 他当年拍摄照片的地点 正是著名的中英街 你好 老师 你好 你好 今天来拜访你 看看你的制作工艺 这个我是80年代都拍过这个 这个鱼灯舞 但是没有见过你 是吗 对 你是很 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三不多人 那个时候 我们组备都是大于是生的 鱼灯舞 起源于明末清初 流行于沙头角 盐田 及香港新界等力 是渔民向海上神灵 祈求出海平安的传统民俗 客家人将海洋文化 与中原文化相结合 创作出独具特色的鱼灯舞 到河南的海链掌 去参观一下 好 我们去河南 好 带你去 走 利用海上的鱼的传统 这些鱼灯舞 总是在我们心里面 中心里知道 这个鱼灯舞 沙头角南下村人的鱼灯舞 经历了二百多年的传承 曾经中断了四十年 2000年前夕 国家建立鱼灯舞 非移传承人制度 吴关球作为代表性传承人 重新点亮了鱼灯舞 那就在附近是吧 就是吧 这个我好开就到 老艺人吴天阳和吴天琪 正在紧张地制作 鱼灯舞的道具 他们需要赶在过年前 为晚会赶出一批新的道具 拍不到 这个手啊 你就打定以后 2003年中秋节 失传了四十年的鱼灯舞 在中英街文化广场 再次上演 重新出现在深圳市民的视野里 凝结着沙头角人们 情感纽带的舞蹈 与中英街的戒碑 一起见证着 这片土地的沧海巨变 周顺斌 周顺斌1970年参军 是几十万中国基建工程兵的一员 1981年3月 周顺斌随部队南下深圳 参加特区建设 见证了南海渔村 四十年的发展和变迁 当时深圳里就是一个大工地 到处都是方山 到处都是开坑的土地 到处都是积极色浓浓的生意 那我的任务就是 要到连队去采访我们的一些工程 采访我们的战士 采访我们战士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 生活条件艰苦 周顺斌每天奔走在施工第一线 为部队写稿 为施工一线的战士 和特区建设者拍照 深圳建设和生活的火热场景 都在他的镜头中定格 这张照片配色于八十年代初期 当时我来到深圳 这个红林大厦的时候 看到两栋大楼自查于消 非常有气势 它能够反映出 我们当时深圳建设的速度 和建设成就 于是我就创作了 这张深的照片 深圳经济特区 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 周顺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两万基建工程兵一起 成为了这座城市 开发建设最早的破荒牛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速度 融入在这座创新之城的血脉基因中 今晚 周顺斌和机械工程兵战友们 要参加红树林奖排练 当年的军装 独特的仪式 年余七十的当年建设者们 欢聚一堂 大当兵的人 大当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只能为我们的传统 不俗的精装 大当兵的人 就是不一样 谢谢 四十余年 开放之城深圳 锻造人们大海般的胸怀和魄力 创新之城深圳 用无数传奇 涂鞋赶闯 赶世 赶为天下先的 特区精神 未来之城深圳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破坏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 蓝色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